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4月10日 星期一 來到今天的第三節 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城中怪民 首先據報今天將軍澳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男人 這個怪漢穿著兇手道袍在持刀 在街上無緣無故追著女傭指客 整件事是怎樣的 和各位一起了解 住在附近地方 將軍澳的街坊 要多加小心 另編商亦說說旺角有連鎖店響起防盜警號 保安員揭發 閘門半開 竟然是零損失 為何整件事是怎樣的 閘門都被開了 結果沒有東西被人偷 是甚麼一回事 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編商亦說說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朋友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將軍澳廣明院有個怪漢穿著兇手道袍 持刀指客旅容 反恐特勤隊要出動緝空 報導的內容看到 今天4月10日早上近10時 將軍澳廣明院一名菲律賓籍旅容外出的時間 在屋苑範圍內遇到年約20多歲 身穿白色空手道袍的男人 這個男人手持一把長約30厘米長的餐刀迎面而來 並舉起這個刀指客旅容 旅容受驚逃離回家報警 警方接報出動衝鋒隊和反恐特勤隊在附近兜截 將受驚的旅容帶上警車並追緝持刀男子的下落 事主37歲是菲律賓籍旅容 據了解他今早離開廣遂閣前往上德川的停車場之時 在廣遂閣樓下見到一個穿著白色空手道袍的男子 男子年約20至30歲的約1.6米高 黑短髮 當時男子看似情緒不穩雙眼通紅 女事主迎面相見時對方舉起一把30厘米長的刀指著他 他嚇到狂奔回家 並叫保安員協助報警 女事主說從來沒有見過這個遲刀男子 也沒有跟任何人有過節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甚麼怪物都有 今早早這個人未捉到 若然住在將軍澳廣明縣附近的網友多加小心 這個人穿著兇手道袍 手持一把30厘米長的刀也挺長雅 指客一個不認識的女容 未知現在這一刻他去了哪裏 警方正在追緝這名遲刀男子的下落 另外亦講講治安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旺角連鎖雜貨店響起這個防盜警號 保安員揭發這個閘門半開 幸好沒有損失 為甚麼會沒有損失 報導的內容提到 今天4月10日早上清晨5時43分 警方接獲旺角洗衣街1841號的一名保安員報警 指他早前聽到鄰近發出警號的聲響 於是追著聲員來看看 發現在洗衣街1841號的一家連鎖雜貨店發出 當時店門鐵閘半開 於是報警求助 警方接報到場 證實這個閘門有被叫過的痕跡 經點算過後 初步相信店裡沒有現金損失 案件暫列刑事委會案處理 仍在調查中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這間店是旺角的價真棧 基本上應該有個賊又爆格 不過其實閘門也半開 結果為何一件貨也沒有不見 會否因為防盜嚇到賊馬上離開 最新的情況是防盜中響 閘門被叫半開 不過是零損失 另外也說牛頭角疑似出現縱火狂徒 有七個單位中招 根據HK01的報道 牛頭角玉蓮台疑似出現縱火狂徒 七個單位的門簾都被焚燒 報導的內容看到 牛頭角疑似出現縱火狂徒 在今天4月10日凌晨3時多 牛頭角到297日 觀塘花園大廈玉蓮台三座同一樓層 接連有單位的門簾都起火 幸好火勢不猛 住客自己把火救息 沒有養成傷亡 警方接報導場 發現一共是七個單位門外 都有門簾被燒過的痕跡 消防經調查過後 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 警方將案件列作縱火處理 交由壽茂平警區刑事調查隊第4對跟進 暫時未有人被捕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各位牛頭角的網友要留意 之前是荃灣 亦之前出現過其他區 今次是牛頭角 不知是惡作劇還是怎樣 不過一旦真的中火而燒得 即是蔓延起來的話 其實是很大事 各位網友多加留意近期的門戶安全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荃灣私家車遺規停在雙黃線 遇到警方截查 南司機身藏大麻斷正 今天4月10日凌晨4時多 新界南總區機動部隊 曾經荃灣荃富街近荃桂街之時 發現一輛私家車遺規停在雙黃線 南司機認職可疑 於是上前截查 人員即場在那名姓王40歲的司機身上 手獲少量懷疑大麻 其後再叫輯毒犬道場守車 未有進一步發現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這個男子本來未必會被人截查 自己把車子拍在雙黃線線 然後被人截查 再計而發現他刑職可疑 看看原來是藏毒 結果這個司機被捕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消息 據報電動單車電動滑板車 都可能會合法化 汽車會的李耀培有最新回應 建議不如車速 限最高每小時25公里 報導的流氓提到 政府正在研究電動滑板車和電動單車合法化 最快今年底實行 但只限指定單車徑 如將軍澳、白石角等行駛 並限定最高時速25公里 運輸署研究小組成員 兼汽車會會長李耀培 今天4月10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 當局考慮要求製造商限制有關產品 最高時速不超過25公里 一旦超速就需要自己斷電 達到限速的效果 以上來直升島日報的報導 讓各位網友知識一下 話說以往這些電動車是不合法的 現在正在研究那些單車上的電動裝置能否合法化 不過也是有限定的地區 現在最新的說法是 時速最高25公里 一高過25公里便會自己斷電 其實是否真的做到還是怎樣 問各位網友的意見 以往當然也不時會有意外 但若然相關的配套限制做得足夠 又會否容許這些電動單車 電動滑板車都可以合法化 大家不妨留言說說這個政策的意見 另外也說說這件趣味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業界指收加一是約定俗成的 為何歐美國家要給貼士 而日本又不用? 報導記內文看到不同的國家或城市 都有他們給貼士的方式 香港人習慣給加一的服務費有何緣由? 究竟有多少錢是由提供服務的適應可以落袋? 根據美國2021年一份研究文章指 美國和加拿大收取貼士有兩大原因 包括用作補償低薪金的員工的收入 以及給客人在餐廳受對待的質素能夠被保障 報告指貼士的金額由二戰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一成 增加到現在高達兩成 至於一向被香港人認為服務好的日本 並沒有收小費的文化 有指給貼士反而在日本是會被認為不尊重的行為 因為在日本的文化當中適應認為收取貼士是受客人的恩惠 又或是代表客人質疑餐廳賺不到錢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 說日本為何不用給貼士和文化有關 另外香港收開加一 加一的確好像是香港獨有 其他地方很少聽加一這個字 其實這是約定俗成 其實解完等於沒有解過 不過比開就無所謂 大家開心地說 所以其實這個小費文化 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變化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